今天還沒以標題《泰輝智的時代回歸》 發表文章信了網友們的目光 《泰輝智》分別是三位在演藝圈活動超過了20年的女神 金泰希、宋慧喬和全志賢 至今的地位仍無法動搖 近期宋慧喬在新劇《黑暗榮耀》中 拋棄了過往的愛情劇女王形象 完美演繹了《復仇者》 讓觀眾們眼前一亮 而劇傳她的下一部作品可能會搭檔韓燒希演藝女女戀 相信又會是她演技的一大突破 女神金泰希雖然婚後作品不多 但是她早前挑戰母親演技 讓不少粉絲跟著劇情掉淚 更被譽為人生角色 居惜目前她正在拍攝驚悚劇 將會展現截然不同的形象 至於全志賢目前正在休息期 還沒定下自己的回歸作 但她挑劇本的眼光向來很高 因此讓人相當期待她下一部作品會帶來什麼驚喜 《泰輝智》的演技實力無庸置疑 每次回歸也都能引發超高討論度 也讓粉絲們相信她們一定會獻上一部部精彩好劇